2016年F1大奖赛中国战正赛 今天在上海国际赛车场 结束了全部56圈争夺 马赛地车队的罗斯伯格 以夜小时38分53秒891 获得本战的冠军 实现本赛季开场的三连冠 这也是他的第17个F1分战赛冠军 法拉利车队的维特尔 落后37秒776获得亚军 第81次进入F1大奖赛前三名 红牛车队的科维亚特 落后45秒936 获得第三名 最后一位出发的马赛地车手 汉米尔顿获得第七名 本站22辆赛车全部顺利完赛